绿灯亮起 驾驶缓缓驶出路口 这时突然冲出一辆机车 驾驶刹车不及直接撞上 双载骑士遭撞飞 两人双双倒在地上 事故发生在基隆台尔县万里加头 和中山路交接处 民众看到画面也觉得太夸张 原来是双载的机车骑士 违规闯红灯才酿货 肇事的骑士鼓折受伤 而驾驶刚买三个月的爱车 则无端遭殃 这样这个普通机 一时又闯红灯 他双方发生碰撞 那目前这个造势责任 警方代理轻忠 另一起行车事故 同样是机车骑士违规酿货 人车来往的马路上 看起来有些拥塞 车辆慢速前进 这时后方一名 穿着蓝色羽绒衣的妇人 骑着机车穿梭车道 下一秒竟直接朝着 汽车车尾撞上来 妇人愣了一秒 赶紧把车往后移 探头查看车辆是否受损 事件发生在新竹名城路上 妇人疑似车速过快 及追撞汽车 不管是闯红灯还是高速驾驶 马路三宝的危险行径 真的是害人优害剂 记者朱丁荣林一文基隆报导